大家好,我是K-San 很多香港的主持都有介紹日式料理 但今天我是珍珍日本人 我想介紹給大家 我們日本人的家庭主持 肉卷飯丼 這個小朋友都很喜歡 這樣的阿叔都很喜歡吃 いただきます 嗯,好吃 現代人,大家都很忙 即是上班 即是放工後 有沒有心機自己在家煮飯呢 買幾盒 家庭 隨時 即是煮飯 還沒煮飯 煮一煮水到10分鐘 立即可以吃得很高級的日本米 200g,即是一個小碗的飯 我們剩下一個 然後先煮一煮 然後先煮一煮 我們日本人很常常會請這個飯 只不過呢 很多人到第一次請這個飯 用這個保鮮紙 先煮一煮 方便一點 這樣拿出來一個飯 然後先煮一煮 然後包著它 沒有很大力 我們飯段也有很多不同的形成 一圓、三角、重複形 我整個好像壽司一樣 但是壽司和飯段也不是兩件事 大概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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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尺寸 都有點不同的尺寸 都有手製的感覺 沒問題的 買回來 豬肉片 都是不同的尺寸 有些位是 弱點 有些位不是 所以 從中 燒在裡面 這樣 裡面見不到 好嗎 那麼第二次 開始可以 怎麼說 包住 那個 所謂的一件 那個飯 大家 可以 煮 牛肉 或者 你有錢 可以 很多好吃的 從中 找回來 薄一點 還有 我個人的意見 有 脫脂風味 好吃一點 肉卷粉 準備好了 那我們煎一煎 這個粉 今天 我想 加少許芝麻油 香 很多 沒有生氣 保持小一點 就可以了 最重要 所有肉 熟了 這個豬肉 放下面 否則 有機會 這個 會散 冷 目標 全面 都是金黃色 我不知道 大家的家庭 喜不喜歡 味菠蘿油 可以吸收 清 然後放冷 然後放冷 然後 放進味菠蘿廳 或者 解凍一點 可以這樣 煎一煎 都可以吃得 如果大家 不喜歡 吃那麼多 豬油 可以用 抹手指 吸收一點 油 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 味道 來的 今天呢 我加了這個 調味料 呢 豬油 和味蘭 類似 有什麼 汁呢 燒烤 酱焼 的味道 或者 什麼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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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也應該猜到 什麼味道 大家也應該很喜歡吃的 好 上碟 今天呢 我準備了一張 綠色的 綠色的 畜葉 來的 這個 大家都 日本人也有見過 吃那個 甜食 應該大家都知道 這個 吃不到了 這個是 綠色來的 現在 日式的 超市都可以買的 就能吃 全部 全都是 肉肉 肉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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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不用这个破鲜字画 即是大力用手整画 手濕濕地或用少许盐才可以成功 方便一点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